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同事们还没找到思路 她的资料你们仔细看过了吗 看了 看了没发现她出过轨吗 可出轨是私生活问题 能作为采取她的理由吗 出轨只是一个表象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对男人来说就像是赌局摸牌 大鱼上钩 开车狂飙 她们会很享受这种背叛带给她们的心理刺激 感情上是这样 工作上也一样 之所以现在没出现什么问题 那是因为背叛公司带来的利益还不够大 好的 那我先去忙了 等会儿 出轨是个人私生活的问题 能作为辞退她的理由吗 这不是刚刚我跟你说的吗 我说的是深层次的原因 辞退她还需要更直接的原因 什么是直接原因 悄悄是别离的生肖 夏冲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延安高架桥 什么意思啊 偷情还敢用公车 简直就是在作死 今天晚上去延安高架蹲守 核对情况之后明天想高森会吧 蔡兰姐 你太牛了 我觉得她领导是不会原谅她这种行为的 她领导不会原谅她 上帝都不会原谅她这种行为 现在忠贞的标准实在是太低了 出轨就跟家常变饭似的 出轨的人就应该抽她们的筋 扒她们的皮 喝她们的血吃她们肉 无码分尸 看什么呢 我就走了 小狗 来了多半天啊 听着什么了 看着什么了 一分钟呀 一直在 都听见都看见了 那我刚才 是不是不太端庄 吓着你了 没有 相公你放心 职场嘛 我就得扮演一个 杀法果断的女强人 但是回到家 肯定还是一蓝色盛的灿妃嘛 灿妃放心 寡人见怪不怪 习惯了 你怎么跑来了 我 我没事想你了呗 咱俩不是更出了灯吗 不是 老婆我刚才听见你说 抓到人家出轨 我觉得出轨吧 它是一个个人行为 是吧 我觉得 不用像警察抓到小偷 猫抓着耗子一样 不至于吧是不是 什么不至于啊 那他这么干 他给他的家庭家人 带来多大的伤害啊 我这辞退他 我这已经算手下留情了 再说我也是替天行道 不是 那个 你别再说了啊 不是 我告诉你我在工作的时候 情绪很难控制住 你 你再控制一下下 一下 我跟你讨论一下 你看这个事要不要 跟他家里人说 不要让他家里人蒙在鼓里 是不是 你说傻呀 这种事怎么能跟他家人说呢 万一带来更大的伤害呢 再说这每个家庭都很复杂的 我们都不清楚的 相公 你记住了 真话呀 不全说 假话 全部说 知道了吗 知道了吗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没有啊 没事 我 没事 我走 我走了 那你慢走 相公晚上走 我走 俺呢 大概一趟 你能不能做 你怎么做 我爱你 我推荐 你吧 你寻吧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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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我